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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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都经常跟大家推介 回深圳吃新鲜的潮生牛肉火鍋 肯定吃过后真的回不了头 有些部位吃下去入口即溶 而有些真的牛味净浓 虽然他们的口感和味道 距离在香港吃到的雪藏和牛 还有一段距离 但胜在的价钱可能只是五分之一 CP值绝对是高很多 不過我以往介绍深圳那些 水上比较高的潮生牛肉火鍋餐厅 都是一些街坊小店 卫生环境比较一般 有些甚至会有昆虫在你吃的时候 在旁边走来走去 真是未必个个都会接受得到 幸好我和Yang几经辛苦 终于在深圳找到一间水准 吸得着我们以往介绍过的小店 而且卫生环境比较好的 连锁潮生牛肉火鍋餐厅 等待对卫生环境有些要求的人 都可以吃到一些很棒的潮生牛肉火鍋 而这一间餐厅就是轮流 和L游记 轮流现时在深圳总共有六间分店 不過这六间分店都是开在一些对香港人来说 交通不算是太方便的地方 而我们那天去的是它位于港人热门旅游地点 观南湖新成一间比较新开的分店 作为一间连锁餐厅的新开分店 这里的环境算是不错的了 装修是走简约路线 所以进来就觉得这东西挺干净光纤 不过我就觉得位置内围窄了少少 坐得不算太舒服了 这里和大陆很多餐厅一样 都是用手机scan桌面QR Code来落单 先来说说这里的汤底是有分大小锅 小锅其实就是一人锅 而大锅就够全台人一起分 款式就有7款这么多 甚至连男士一物弱线牛鞭都有 但正如我以前也有介绍过 潮汕人只会用最普通的牛骨清汤来绿牛肉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款大锅就算素 成为16元 里面就有熟米、茶树菇、黄豆和白萝卜 不过喝下去是很淡很淡 没有什么鲜味比较一般 吃火锅不少的当然是酱料 这里就有十多二十款 以潮汕牛肉火锅来说算是比较多 不过又正如我以前也有说过 潮汕人吃牛肉火锅通常都只是会点沙茶酱 而这里的沙茶酱我就觉得偏甜了少少 又扣了少少分 你可能就会说湯底和醬料都只是一般 为什么我还说这家店正呢? 当然吃潮汕牛肉火锅最重要的都是肉的质素 而我们试过它的新鲜程度的确是触得住 我们以往介绍过的小店 虽然这里每一碟肉都是比较长 看来没有其他餐厅的这么大碟 不过我值得一赞的是 在每一碟肉旁边都插着一支棋子 上面除了写了那一碟是什么肉之外 还写了要录多久 大家就不用怕肉上到来之后 不知道哪一碟打哪一碟 以及不知道要录多久 我们那天总共叫了七碟肉 先来讲讲我最喜欢的吊龙 吃下去入口即溶 油脂香味很重非常之正 嫩肉牛味挺浓 不过嫩到就只是一般 跟我以前吃过最嫩的嫩肉 还有少少距离 肥萍是牛腩部位的肉 其实应该是普通肥牛的部位 肉味比较淡 但是胜在好嫩 油油香味 不过没有吊龙的那么浓 胸口炉虽然爽口得泥有点咬口 不过就觉得味道淡了些 五花剪肉味浓得泥 根位好大牙算是不错 由于这里的山丸是没有牛筋丸 所以我们就在了一份熟的手锤双拼丸 两者吃下去都是爽口大牙 肉味极重 绝对是及得着我和阿英在乡下吃过的那些 其中牛丸是比较爽口 牛筋丸就肉味更浓 哪样好吃点就好看个人好吃 最后我们还有了一碟这里的特色牛花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碟是有鱼先腌过 面头是有一层净口的油 所以就要录久一点 大约三至五分钟才吃得 吃下去肉质是散散的 而且多了沉很重 好像麻油这样的香味 不过肉味就比较淡 因此我和阿英都觉得 都是传统没有腌过的肉好吃点 话说我们那天是下午点几钟才来吃 在五时就来结束的时间 正常的肉已经不是最新鲜的状态 但我们试过之后就觉得 肉仍然是较新鲜 质素绝对是吸得着我以往介绍过的小店 当然我们只是试过它位于观南湖的这间分店 其他分店的肉是不是都这么新鲜 就请算我回答你不了 另外这间也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 第一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 它的分店都开是一些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不算太快的地方 观南湖这间已经算是比较多 香港人会经过的分店 如果大家下一次来观南湖玩 都可以考虑过来这里吃 第二我想就是比较贵 这里是要收账料和查位费 加上是要6元一位 加上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里每一碟肉 目络都是比外面的小碟 所以不觉不觉好易就叫了很多碟 虽然用大陆电话注册会员的话 就可以有95折 不过结果我们买单都要260元 而在深圳吃潮生牛肉火火来说 真心是贵过其他餐厅 我想这间就比较适合一些想吃牛肉 但是又接受不了我以前介绍过小店的卫生环境的人 好了 本集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我以前介绍过的小店 就可以按现在右上角弹出来的i字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